凱羹之馬的的士司機 你們不要以身示範 當局打擊難收車子的的士司機 孫冬華研究中用真金白銀補貼 吸引重點企業來香港 駐德國大使不肯駁斥德國官員 針對中方的安全警示 認為相關的言論更苦癲狂 屬於嚴重的恐懾症 警方繼續打擊維麗的士 在尖沙咀向10個的士司機發出告票 警方昨晚在尖沙咀設置多個路障 截查94輛有在客的的士 行動主要是針對濫收車資 的士拒載等維麗事宜 警方說會繼續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打擊的士的違法行為 保障市民和遊客的權益 亦都呼籲公眾舉報違法的士 警方連日在港九打擊濫收車資 和他在等維麗的士 抓了至少有兩個司機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批評 的士司機濫收車資影響本港的形象 搭入暑假上個月錄得350多萬人次 按月上升三成一 不過漸年有的士司機向旅客濫收車資和拒載 這些害群之馬它不單令到的士的同業蒙受蒙收 亦都敗壞了香港在旅客心目中的形象 因為一己的私利損害全港市民的利益 害群之馬的的士司機 警方星期五採取行動 橋莊乘客由尖沙咀廣東道 乘的士去鹽滿旅遊景點 發現兩個32和55歲的司機 索取高過合理車資的費用 將他們拘捕 涉嫌濫收車資 和沒有展示的士計程標誌士器 另外港島中區交通部 星期三開始一年三日 在中區打擊維麗的士 發現三個的士司機拒載 將會發出全票控告 雲書昨天留局局長林世雄又說 政府亦都已經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 包括成立的士車隊 推行違法司機扣分制等等 希望盡快完成立法工作 母線事記者留住在這裡 特區政府要搶企業、搶人才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正研究以補貼的方式 吸引更多企業來香港 有創科界的人士說 除了補貼之外 還要改善營商環境 提供法例、寬免等 才能夠成功搶企業 香港去年成立人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已經有25間具代表性企業 準備落湖本港 或者拓展在港營運規模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正研究以補貼方式 吸引更多企業來港 你去新加坡也好、去內地也好 包括歐美也好 對於重點企業都是真金白銀的補貼 不是投資 但是因為政府香港長期以來 沒有這方面的文化 那麼拿真金白銀來補貼這個企業 我們政府內部正在相關地進行研究 鄰近地區一早已經出招搶企業 在新加坡、科技類的初創企業 可以申請高達25萬新加坡員 即是約145萬港元的概念證明津貼 或者高達50萬波子 即是約290萬的價值證明贈款 深圳市政府就給初創公司 1萬至10萬人民幣的一次性補貼 另外在長租、社保和帶動就業等都有補貼 本身是科創公司管理層的立法會議員 上海龍 認同補貼和投資都有需要 加上還有勞工就業市場的推進 還有對於本港的科技貢獻GDP的一定的貸付 如果真是看好這間企業的發展前途的話 我們有投資公司 我們有相應的科學院數碼 都有不同的基金 都希望可以參與 未來有potential的大企業科企的股權融資 怎樣可以令筆錢用得其所 就是可以針對性地補貼一些初創案 或者科技企業他們在R&D上的一些費用 或者怎樣去支持 他們將一個R&D的團隊搬到香港 對整個生態是會有更大的幫助 但公帑有限這樣用是不是恰當 有關著團體認為 社會資源分配可以關注基層發展 除了補貼 發展局改變以往招標方式 直接批地給龍頭企業 吸引進駐新田科技城 無線理事記者葉子華報道 內地傳媒報道 房企碧桂園宣布旗下11隻境內公司債券 星期一開始停牌 內地多間傳媒行出碧桂園地產集團 關於公司債券停牌的公告 說因為近期已就公司債券對付安排事項 照開債券持有人會議 以保證公平信息及披露 保護廣大投資者的利益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 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相關規定 經公司申請11隻境內公司債券 在星期一開始的時候開始停牌 復牌時間另行確定 碧桂園說集團將會和各自分者溝通 並考慮採取各種債務管理措施 維護投資者的合法權益 陸地探測4號01星 凌晨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 是世界第一顆進入工程實施階段的 高軌合成孔勁雷達衛星 長征三號月雲載火箭凌晨1點26分 成功將陸地探測4號01星發射升空 衛星順利地進入預定軌道 陸地探測4號01星主要是用於提供 遙感信息服務 有助進一步完善中國天璣災害監測體系 駐德國大使不肯接受德國傳媒專訪的時候 駁斥德國官員針對中方的安全警示 指控中國留學生涉及學術間諜風險 認為這樣的言論近乎癲狂屬於嚴重的恐華症 又強調中國不是風險 希望德方秉持理性對話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的網頁 刊登大使不肯接受德國柏林布發行人 邁爾的專訪 針對德國教研部部長雅清格日前說 需要警惕在德國的中國留學人員 學術間諜風險 以及聯邦憲法保衛局近期發布的安全提示 將中國有關機構列為情報部門 不肯批評這些言論和做法歇斯抵理 近乎癲狂 是嚴重的恐華症 需要好好自一致 勸德方一些人和機構 管好自己應該管的事情 讓學生安心讀書 至於德國可能在年內推出措施 以潛在安全風險為理由 在德國5G網絡建設中 逐步排除華為和中興等中國科技企業 不肯回應說 華為和中興長期在德國依法合規經營 如果德方最終決定在5G建設中排除華為 又拿不出實質證據 證明所謂的安全威脅 中方絕不會袖手旁觀 將會採取必要措施 堅定捍衛中國企業的正當合法權益 被問到中方可能採取哪些措施的時候 他說德國人經常都說 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中方也都將會繼續和德方進行充分溝通 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希望有關問題最終能夠得到合理解決 又說中德溝通渠道暢通 雙方可以就廣泛議題進行坦誠交流 德國政府最近發布中國戰略 不肯表示 中德共識遠多於分歧 合作遠大於競爭 雙方是夥伴而不是對手 中國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始終致力於完善市場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 推動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分歧 將中國定義為風險根本站不住腳 又說德國個別政客 需要改變他們對華的認知 中國發展不應該成為對華恐懼的理由 希望德方秉持理性對華政策 以意識形態為導向制定對華政策 只會加劇誤解和誤判 吳肯也都提及人權問題 說大量事實證明 中國人權狀況處於歷史最好時期 改革開放四十幾年來 中國政府幫助大約八億人脫貧 並消除絕對貧困 這個成就在世界上獨一無二 是人類發展史上舉世足目的進步之一 多個國際機構民調顯示 中國民眾對政府的滿意度超過百分之九十 強調中國憲法明確規定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 眾方絕不接受德方動節 將人權問題工具化、政治化、武器化 堅決反對德方以人權之名 行保護主義之實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美國夏威夷無醫島的山火造成嚴重破壞 科學家擔心夏威夷瀕植物需要長時間復原 受山火影響的居民和遊客 在臨時庇護中心站住 當地紅十字會說 他們和其他夥伴單位提供了近三千個宿位 目前為止 山火造成至少八十人喪生 外界亦都關注山火對大自然的破壞 夏威夷的面積佔全美不足百分之一 但憑危植物物種 就佔全國四成四 有植物學家說 當中雖然有部分物種 可以在經歷了山火之後再生長 不過有不少都很難完全復原 目前未有明確的數據 顯示有多少物種 在今次的山火中被燒毀 預計損失慘重 線友社站 稍後回來會有其他消息 回到新聞時間 啟德郵輪碼頭的交通陪圖不足 旅客要用長時間去等車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彤承認 影響本港旅遊服務和形象 會在豪華郵輪海洋光譜號下星期 在抵抗之前做好準備 接載大約五千個遊客的 海洋光譜號重臨香港 象徵游輪旅遊復甦 不過交通配套不足 暴露政府部門和業界準備不足 有旅客需要一個較長時間 去等候一些交通工具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大家不想見到 也真的對譬如我們旅遊服務 是有些影響的 或者形象是有些影響的 有旅客說等的士等了一個半小時 楊潤彤承認情況不理想 安排不夠細緻 但是說 郵輪抵抗之前已經有準備 他要求了解多些旅客 下船之後的行程 郵輪碼頭和郵輪公司 那裡拿到的有關遊客 即是下來的資料 我們覺得是可以再仔細一些 他說增設免費穿梭巴士和石油氣圈 吸引的士到碼頭之後 情況已經大有改善 許容光譜號下個星期會再來香港 當局會提前做好預案 並且研究將部分措施行常化 民建聯在一個論壇提到 看得郵輪碼頭的交通問題 反映區內興建設運有迫設性 同場的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正在研究不同的方案 他預計今年內完成研究 無線電視機仔劉威爾報導 深圳多個口岸在暑假期間 單日出入境人數都創今年以來新高 其中在羅湖口岸 週末就有近20萬人遲 在羅湖口岸大批香港旅客 排隊準備入境深圳 央視報導 連同羅湖口岸在內的9個深港口岸 近日創下今年2月開關以來 單日出入境高峰 突破74萬6千人次 7月份進入暑期以來 我們深港的陸陸口岸 邊界機關大共查驗了約旅客 在2000萬左右 日均在50萬人次左右 已經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80% 各個口岸都加派了兩成到三成的人手 應付暑假期間的出入境人數 口岸表示 目前入境深圳高峰是朝早11點到下午1點 出境高峰就是晚上8點之後 呼籲遊客錯開時間出入境 又說隨著下個月開行 大批的跨境學童開行 預料到時口岸客流量會再出現高峰 無線電視記者曹嘉榮報導 馬來西亞六州選舉有結果 執政以及在野聯盟一如與其各自維持三個州的控制權 不過首相安華領導的執政聯盟只是拿到四成議席 反對派要求安華持去首相職務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聯同副首相澤希德 在選舉結束之後一同會見傳媒 安華表示為了政府的團結 他保證聯邦政府會穩定施政 繼續努力工作服務國家 今次選舉主要選出六個州 總共245個州議席 選舉委員會宣布 安華領導的執政希望聯盟 在雪蘭俄、檳城和西美蘭勝出 即是可以延續這三個州的控制權 其餘三個位於北部較為貧困的州 包括吉蘭丹、吉打和登加流 就繼續由在野國民聯盟控制 今次選舉被視為是對安華政府的信任投票 有分析說相關結果稍為緩解安華施政的壓力 但由於國民聯盟總共取得146個議席 佔整體多達六成 而安華的希望聯盟即是奪得99席 這樣反映安華的施政仍然受到挑戰 領導國民聯盟的前首相毛希丁直言 今次選舉結果是人民求變的明確信號 敦促安華承擔道德責任辭職 無先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外長王毅 提到近日中非在人外交的爭議 說美國借人外交問題線風點火 在中非之間挑動是非 慫恿對抗 破壞南海和平安寧 以服務美方自身地緣政治戰略 中方希望地區國家對幕後黑手保持必要的警惕 將維護南海和平穩定的主導權掌握在自己手裏 王毅說中方已經多次提出願意和菲律賓 通過雙邊對話妥善處理存在的分歧 希望非方確守以往達成的共識 珍惜雙邊關係改善積累的互信 盡快和中方相向而行 尋求管控海上局勢的有效途徑 美國早前指責中方在人外交事件上違反國際法 說中方對非方船隻攻擊 將會觸發美非共同防禦條約 王毅又說多年來在中國和東盟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勢實現總體穩定 重申中方願意和東盟各國 一起加快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的磋商 相信彼此有能力和智慧 維護好南海和平穩定 王毅較早前會見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的時候 亦都直接批評美國實施單極霸權主義 不斷衝擊中國的底線 形容美國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最大的不穩定因素 武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輸送經處 來核污水的喉管被發現有洩漏 導致污水缸周圍的水壤本放射水平增加 在南韓繼續有民眾示威反對核污水排海 南韓首爾市中心 星期六有幾百個民眾無遇上街 反對日本將福島第一核電廠 經處理的核污水排放入海 有示威者說核污水中的放射物質 最終會摧毀海洋生態系統 敦促美日韓領導人 接下來星期五在三邊峰會上同意阻止排放計劃 日本傳媒組前說當局最快這個月底開始排放核污水 日本放送協會報道 東京電力公司今年6月 在福島第一核電廠檢測到一個污水缸周圍的圍延中 雨水含有放射物質穿的濃度 達到每公升3萬3千倍克勒耳 比平時為高 調查之後發現一條輸送核污水的軟喉管 出現長約4厘米的裂縫 導致核污水洩漏 另一個使用同一條軟喉管的污水缸 周圍水樣本的穿含量 更加達到每公升6萬7千倍克勒耳 比日本政府的排放標準高出7千倍克勒耳 東電表示軟喉管破裂可能是拆射包裝的時候 被刀片割倒所致 但就強調洩漏的核污水仍然在維延中 未有外流 亦都不會影響排海計劃 另一方面 中方自上個月起對日本水產品實施全面放射性檢測 共同社引述消息說 日中雙方已經透過外交渠道 就措施展開多次磋商 中方就主張做法是為了保護本國消費者 無線電視記者楊潔儀報導 東方日報社論 最近一個月 旺角、西灣河、灣仔、深水埗接連有大廈塌石市 甚至有途人因此肉血 究其原因 除了屋遇署私為掃餐 對舊樓不遵守維修令毫不著緊 更不用否認的是 整個香港急速老化 舊樓被被皆虧 要徹底解決問題 市區重建就是必有之路 當局應對市區重建 應該更人性化和靈活變通 過去曾經有例子 重建之後 將部分住宅單位優先用於安置原有業主 實行以樓換樓 承認是解決辦法之一 明報社評 台灣大選投票距今剛好五個月 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得民調支持率領先 但是不確定因素錯綜複雜 選情總體仍然混沌不明 這次選舉 在中美激烈角力 美國打台灣牌以台制華 民進黨就以美謀獨大背景下開展 選舉結果被認為 為關乎兩岸情勢發展是戰是和 島內民情主流不育兩岸兵庸相見 但是情勢卻劃向美國設定的代理人戰爭發展 台灣是否勉於戰禍取決於主流民意能能夠整合 透過選票下架民進黨向戰爭說不 事態嚴重 情勢發展備受關注 各位早安 外列淑儀 特區政府要搶企業搶人才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正研究以補貼的方式 吸引更多企業來香港 有創科技人士說除了補貼之外 還要改善營商環境 提供法例寬免等 才能夠成功搶企業 香港去年成立人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已經有25間具代表性企業準備 落湖本港或者拓展在港營運規模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說 正研究以補貼方式吸引更多企業來港 你去新加坡也好去內地也好 包括歐美也好對於重點企業 都是真金白銀的補貼不是投資 但是因為政府香港長期以來 沒有這方面的文化 那麼拿出真金白銀來補貼這個企業 我們政府內部正在相關進行研究 鄰近地區一早已經出招搶企業 在新加坡科技類的初創企業可以申請高達25萬新加坡元 即是約145萬港元的概念證明津貼 或者高達50萬波子 即是約290萬的價值證明贈款 深圳市政府就給初創公司 1萬至10萬人民幣的一次性補貼 另外在長租、社保和帶動就業等都有補貼 本身是科創公司管理層的立法會議員 上海龍認同補貼和投資都有需要 保貼的同事有一定的權利 這方面的權利當然要衡應外來企業對於本地的 我們說生態系統 我們說Ecosystem 加上還有勞工就業市場的推進 還有對於本港的科技貢獻 GDP的一定的contribution 如果真是看好這間企業的發展前途的話 我們有投資公司 我們有相應的科學院數碼 都有不同的基金 都希望可以去參與未來有potential的大企業 科企的股權融資 怎樣可以令到筆錢用得其所 可以針對性來補貼一些初創案 或者是科技企業他們在R&D上面的一些費用 或者是怎樣去支持他們 將一個R&D的團隊搬來香港 對整個生態是會有更大的幫助 但公帑有限這樣使用是否恰當 有關注團體認為社會資源分配可以關注基層發展 之前剪了社福家的一些撥款 百分之一的撥款 另外其實比你說創科也好 科技也好 就是一些比較網上 那方面其實基層都很缺乏這些資源 去幫一些基層可以去追上這些社會步伐 他們都可以有多些機會去參與社會的新發展 除了補貼 發展局改變以往招標方式 直接批地比龍頭企業 吸引進駐新田科技城 無線理事記者葉芝華報導 警方繼續打擊為例的士 在尖沙咀向10個的士司機發出告票 警方昨晚在尖沙咀設置多個路障 折查94架載客的的士 行動主要針對濫收車資 的士拒載等為例事宜 警方說會繼續採取果斷的執法行動 打擊的士的違法行為 保障市民和遊客權益 亦都呼籲公眾舉報違法的士 警方連日在港九打擊濫收車資 和拒載等為例的士 抓了至少有兩個司機 運輸昨日樓局局長林世雄批評 的士司機濫收車資影響本港的形象 訪港旅客持續回升 踏入暑假 上個月錄得350多萬人次 按月上升3成1 不過接連有的士司機 向旅客濫收車資和拒載 這些害群之馬 它不單令到的士的同業蒙收 亦都敗壞了香港 在旅客心目中的形象 因為一己的私利 損害全港市民的利益 害群之馬的的士司機 你們不要以身示法 警方星期五採取行動 橋莊乘客由尖沙咀廣東道 乘的士去鹽滿旅遊景點 發現兩個32和55歲的司機 索取高過合理車資的費用 將他們拘捕 涉嫌濫收車資 和沒有展示的士計程標指示器 另外港島中區交通部 星期三開始一年三日 在中區打擊為例的士 發現三個的士司機拒載 將會發出全票控告 雲書昨日樓局局長林世雄又說 政府亦都已經提出一系列改善措施 包括成立的士車隊 推行違法司機扣分制等等 希望盡快完成立法工作 母線紙記者留俊玉 啟德郵輪碼頭交通陪圖不足 旅客要用長時間去等車 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承認 影響本港的旅遊服務和形象 會在豪華郵輪海洋光譜號 下星期在抵港之前做好準備 接載大約五千個遊客的 海洋光譜號重臨香港 象徵郵輪旅遊復甦 不過交通配套不足 暴露政府部門和業界準備不足 有旅客需要一個長時間 去等候一些交通工具的時候 當然是一個大家不想見到 也真的對譬如我們旅遊服務 是有些影響的 或者形象有些影響 有旅客說等的士等了一個半鐘 楊潤雄承認情況不理想 安排不夠細緻 但是說郵輪抵港之前已經有準備 他要求了解多些旅客下船之後的行程 郵輪碼頭和郵輪公司 那裡拿到的有關遊客 即是下來的資料 我們覺得是可以再仔細一些 他說增設免費穿梭巴士和石油氣圈 吸引的士到碼頭之後 情況已經大有改善 海洋光譜號下個星期會再來香港 當局會提前做好預案 並且研究將部分措施行償化 民建聯在一個論壇提到 看得郵輪碼頭的交通問題 反映區內興建設運有迫設性 同場的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說 正在研究不同的方案 他預計今年內完成研究 無線電視記者劉偉宜報導 陝西西安有村莊 昨天因為暴雨山洪暴發 最少兩死16人失蹤 而水災的重災區河北斷州 多間學校正趕著災後重建 確保可以如期開學 西安位置平村 星期五埃曼受到暴雨影響 出現山洪泥石流 村內有兩處建築物被沖毀 當場救出四名被困人士 但仍然有多人失蹤 事發之後 應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組 到現場指揮救援處置工作 而近日遭受洪水侵襲的河北 全省有過千間學校在水災中損毀 德州這間中學由於在低瓦地區 洪水湧到的時候 積水一度有三米多的深 受場地限制 大型機器無法進入學校 要出動過百名武警 和多名家長 人手將骨泥清走 其餘受損的學校 亦都在此進行清理和消毒工作 確保九月一日如期開學 而德州是出版業重鎮 多個書父在水災中被淹陣 其中不少是出版教科書的 這兩個庫房都是給高校供輸的 還要跟開學的時間來去搶時間 雍時報道 有出版社正在盡力趕人 在九月開學之前補發教材給學校 無線電視記者曹家榮報道 星期六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締結45週年 中方呼籲日方確守條約共識 加強合作 外交部發言人說 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 以法律形式規定 中日應當堅持和平、友好、合作 為雙方的交往確立了 永不過時、歷久微生的原則和方向 45年來中日關係取得長足發展 為兩國人民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亦都有力促進了地區和世界的繁榮穩定 當前中日關係處於改善發展的關鍵階段 希望日方和中方 一度重溫調約精神 確守調約共識 維護政治基礎 加強合作互惠 排除干擾和障礙 共同致力於構建 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係 馬來西亞六州選舉有結果 執政以及在野聯盟 一如預期各自維持三個州的控制權 但首相安華領導的執政聯盟 只是拿到四成議席 反對派要求安華辭去首相職務 馬來西亞首相安華聯同副首相扎希德 在選舉結束之後一同會見傳媒 安華表示為了政府的團結 他保證聯邦政府會穩定施政 繼續努力工作服務國家 今次選舉主要選出六個州 總共二百四十五個州議席 選舉委員會宣布 安華領導的執政希望聯盟 在雪蘭俄、檳城和西美蘭勝出 即是可以延續這三個州的控制權 其餘三個位於北部較為貧困的州 包括吉蘭丹、吉打和登加流 就繼續由在野國民聯盟控制 今次選舉被視為是對安華政府的信任投票 有分析說相關結果稍為緩解安華施政的壓力 但由於國民聯盟總共取得一百四十六個議席 佔整體多達六成 而安華的希望聯盟就即是奪得九十九席 這樣反映安華的施政仍然受到挑戰 領導國民聯盟的前首相毛希丁直言 今次選舉結果是人民球變的明確信號 敦促安華承擔道德責任辭職 無先電視記者陳淑儀報道 美國一架客機在跑道滑行的時候 幾乎被一架降落的小型飛機撞到 當局正是調查事件 美國聯邦航空局表示 正調查聖碟國國際機場一張飛機幾乎相撞的事件 事發在星期五 當局說機場控制塔指示一架西南航空公司的 波音737客機滑行至跑道之後 批准一架小型商務噴射客機在同一條跑道降落 自動地面監察系統向控制塔發出警報 再由控制塔指示商務機終止降落 路透社引述消息說 商務機在客機上面大約只有100呎飛過 東方日報報道 傳染性急性結膜炎俗稱紅眼症屬於常見眼疾 大多由過濾性病毒引致 腺病毒和腸病毒是主要病源 眼科專科醫生陳仲恩說 部分嚴重感染個案有機會演變成降膜炎 當降膜都受感染並且結巴就會影響視力 紅眼症一年四季都有可能發生 但夏季比較常見 原因是夏天有較多游泳等戶外活動 患者前往游泳 其他人接觸到受污染的水或用品 便有機會感染 提醒市民應該注意個人衛生 避免與他人共用和眼睛接觸的個人物品 文匯報報導 由深水埗民政事務處舉辦的 深水埗親子電競同樂運動會 昨天開始一連兩日在前北九龍裁判法院舉行 又出席活動的立法會議員說 相對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 香港的電子競技運動相對發展較慢 未能做到產業化 而內地、台灣、韓國等地 電子競技和商業公司都有良好合作 公司投資在電子競技產業 有機會獲得稅務優惠 香港應該在這方面急起直追 也要多與社區團體合作舉辦活動 消除社會對於電競的誤解 公司投資 公司投資